西安,我个人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国的一座城市 论历史厚度,是三朝古都,开源盛世,令人身亡 这和中国的定位是一致的,中华文明悠久绵长 论民族主义的狂热性,游行所青年砸日本车车主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正好在西安,游行队伍的规模让我深受震动 后来得知当年反日最热烈的地方就是西安 这和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是一致的 除奸比抗地更重要 论乡土器,目前残存的为数不多的地方戏曲之一的秦腔 就发源于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 拿当代文艺来说,文学上除了陈忠史,甲屏蛙这样的乡土作家 陈忠史写了百禄元,甲屏蛙写了废都,秦腔 西安的乡土器浓得化不开 中国的乡土情节也是浓郁得化不开 我的结论就是,西安就是一个微缩版的中国 西安什么样,中国的轮廓和内核就是什么样 从去年在西安召开的中亚五国领导人峰会的盛况来看 中央的领导们肯定也认为西安是很能代表中国精髓的 所以大办特办 西安上演的古装剧不但让五国领导们领略到了中国魂 也让中国的观众们交错经历了两次盛事 一次是当下,一次是大唐 我们先来看西安的历史厚度 西安的一个最霸气的名头就是十三朝古都 周秦汉晋,什么五湖十六国时期的前兆 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都以长安为都 历史等深,真可以称得上是最首都了 不过到了安史之乱之后,长安就不安了 一路动荡,直到被彻底抛弃 之后各朝的首都都没西安什么事了 而且是离西安越来越远 从洛阳到开封,从南京到北京 就连农民齐军领袖也没太看得起西安 比如李自称,正月初一在西安称的帝 初七就带兵,出铜关直奔北京而去 西安只享受了不到一个礼拜的帝都待遇 之后西安还要等两百多年 才有幸迎来另一位帝国首脑 慈禧,慈禧是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第二天凌晨 才想起带着光绪逃命的 开始具体去哪还不知道 后来是走走停停,商商量量才在西安指了步 这时的西安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行在 就是出首都以外皇帝下榻的所在 不过慈禧光绪也只在西安待了不到两礼拜 就开把准备回北京了 因为李鸿章已接到指令 在北京酿酿与八国集团议和 这时的西安对最高统治者来说就是一切 狼狈不堪,要找安慰了才想起了你 时局一号立马就搬回正宫驱逐了 这么看来西安废都而已 中国也命通西安 远离太阳系的文明中心也有几百年了 再来说西安的历史厚重感 西安的厚重感绝大多数都只存在于史书、地名里 现实世界也就博物馆里能穿越一下了 西安的地名却是很有文化 魏央区、陵同区、曲江、文景录 不过也只限于文字表述 真实的西安城里假古董的规模是远远超过真古董的 别说青铜器了 就是秦砖、汉瓦都有甲 从历史遗迹来看 西安十三朝古都的残留 就只剩下两座塔和几座遗址公园了 两座塔就是大小雁塔 唐朝的遗迹 几座遗址公园是清朝的厄房宫 汉朝的长安城和唐朝的大明宫 不过都只剩下了土堆和地基 只能搞以观赏绿植广场为主题的遗址公园 来让你想象了 还有地下的兵马俑 有句话叫地上历史看泉州 地下历史看西安 意思就是西安的坟多 是三朝古都的历史 你要往回看的话 就得往下看 我们再来看两张照片 这是1980年的大雁塔 这是2023年的大雁塔 最大的音乐喷泉 我想这是当初大雁塔的设计者 万万没有想到的 回到百年前 哪座城没有古城墙 没有中古楼 现在只能在挫子里拔高个 西安残存的景观 就算是全国独家了 从大雁塔的鸟看图来看 大雁塔倒像是给那些高楼大厦 配套的一个景观小品 在霓虹闪烁的不夜城中 清风雅静的大雁塔 是显得如此的不合时宜 再来说西安人的民族气节 2012年的时候 西安发生了著名的游行所事件 事件主人公蔡阳在反日游行过程中 用游行所砸了一个日本车车主的头 导致车主瘫痪 蔡阳因此坐牢十年 那年西安的反日游行 声势浩大 要说南京搞反日游行 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那里发生过惨案 纪念馆和记忆犹在 而西安在八年抗战中 一直都属于圈外人员 没有发生过屠城惨案 也没有发生过首途战争 那我想仙人的反日情绪 就只删下了一种解释 就是仙人 或者说关中人的民族情节 是基因里长出来的 有另一个事件可以佐证 就是在静代实力 发生在西安的沙满事件 满就是满族 我想现在很多西安人 应该都没有听说过 那是因为192030年以后 国共都在提倡民族大团结 这种种族仇杀事件 肯定是全民不移的 具体来说就是辛亥革命后 各地都开始了反抗满人统治的武装斗争 孙中山驱出达鲁 恢复中华 就是想以此激发汉人的斗志 各地满人因此死伤惨重 西安就是其中的一个重灾区 比首异地武昌要残酷得多 武昌的满人大概死了不到一千人 而西安超过了一万人 西安的满人当时有两万 住在专门修建的满城里 就是西安的城中城 位置大概是现在西安老城的西北角 西安革命爆发的第二天 满城就被攻破 两万满人至少有一万五千人丧命 齐军被就地枪杀 其他家属平民男女老幼都被赶出来射杀 满城里的民居衙门全被烧光 幸存下来的满人 要么当汉人的女仆 要么当老婆 要么被驱逐出境 这在当时看来是很正义 也很政治正确的 汉人们都认为大仇得报 快意恩仇 有种说法是 当时西安的革命军 大部分都是像哥老汇这样的会党成员 所以会大开杀戒 但会党为什么能在西安吃得开呢 原因比较复杂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西安人的江湖气浓厚 晚清的时候 关中就盛行刀客游侠 这么看来 西安人的民粹运动 是有历史传承的 近代历史上 西安还发生过一次 油转中国命运的事件 就是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西安 让蒋介石被迫下令 联共抗日 国共从此议事 国军主动进攻 和中共被动挨打的局面 开始反转 角色换位 这么看来 西安对于中共来说 是一块伏地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种偶发性事件 并不符合中共领导的 人民战争必胜的必然性逻辑 政变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所以后来在中共的叙事中 被一笔带过 相反对于同在陕西的 陕北根据地 倒是大书特殊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局部到全国 这才是符合艰苦奋斗 惊火燎原 人民战争 终将走向胜利的攻势的 我们再来看现代西安 现代西安的吸引力 大家应该知道 2009年 发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暴乱事件 汉族和维族间的矛盾 几乎达到49年以后的顶点 原因和具体过程 我就不展开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维基一下 我这里只说其中的一个结果 就是暴乱之后 有不少在新疆长期打拼的汉人 卖掉了巫市和所在地的房产 来到西安二次之夜 本来一直不温不火的西安楼市 那两年突然停起了 不过这只是别人的退而求其次 选你也是不得已 一只小伙慢顿的西安房价 在201617年的时候 跟着全国大行情 经历了一次暴涨 这么一来 别人退而求其次 也不会选你了 现在西安的房价 已经比最高峰值 跌掉了两成多 不过按照西安人的收入来看 西安的房价 还有很大向下操作的空间 西安吸引力的 另一个表现就是教育 西安的高校 不管质量还是数量 都是西北绝对的老大 放在全国也是第一梯队 985高校 就是国内第一等级的大学 全国一共有39家 西安就有三家 虽然没法和北京上海比 但在省会城市当中 也是零跑的了 比如经济强省江苏两所 浙江只有一所 人口大省四川 也只有两所 河南是零 西安是有个统计 说西安每六个人中 就有一个是大学生 西安的科研院所的规模 也属于全国头部水平 光中科院在西安 就有四个研究所 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地球环境研究所 水土保持研究所 还有寿石中心 其他各部在西安 也都有研究所 电子工业部的导航技术所 机械工业部的电力电子技术所 地质矿产部的地质矿产所 还有煤炭工业部 铁道部的 中自头的央企 中国北方工业集团 在西安有六家研究所 西安俨然就是部位 央企的研究中心 吃体制饭的研究所一多 同样也是吃体制饭的国企 央企就不会少 毕竟研究所的研究成果 是要转化成产品的 像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西非 中铁 长庆石油 大唐电信 中西电集团这样的央企 国企 再加上前面说的西安高校 就形成了一个人才培养 技术研发 产品制造的闭环 不过这个闭环 是纯纯的体制内循环 体制内的特色三个 一 效率低下 不输血 不垄断就没得完 二 人员烈化 几年时间就把人才 硬生生熬成了人精 三 贪污弥漫 腐肉横生 这里就举个贪腐的例子 2017年的西安地铁三号线 施工丑闻 西安地铁公司通过内定标 与一家叫奥凯电缆的名企 签订供货合同 后被奥凯自己的员工 发文曝光 文章的标题叫西安地铁 你们还敢坐吗 说奥凯给地铁供营的电缆 严重不达标 小文章最终酿成了大风暴 签出了一串 行贿受贿人员名单 因为奥凯电缆 之前还被评为 陕西省著名商标 和文章里说的 奥凯是一家小作坊 反差强烈 由此制监局被签了出来 不过最终 签出来的人 谁也没想到 是西安市市委书记 也许是暗中暗 暗上暗 暗连暗 导致体制外的萎靡 2012年 西安评出的前20强企业 国企占了16个 只有容积、绿能 吉利、顺丰、鼎翼是名企 其中的吉利、顺丰和鼎翼 还都是外来的 可见西安本土名企的生存状态 完全就是在讨生活 所以才会出现奥凯电缆 这种不作弊 就完全活不下去的状况 西安的体制内单位 还有个人无我有的特色 就是可以躺在旅游景点上挣钱 比如前面说的 靠大雁塔挣流量的大唐别野城 这个商业项目是一家叫西安曲江文旅的国企 开发运营的 大唐别野城 这是他运营的一个项目 另一个他运营的著名景区 是大唐芙蓉园 就是中亚五国峰会的招待地 这十几年 西安市的旅游项目 几乎都给曲江文旅包园了 除了广开售票处 还广设招商办 在上市圈道前后 他家还做起了主题酒店的生意 一度成为西安旅游地产的标杆 但好时光毕竟是短暂的 就在上个礼拜 被爆出大唐别野城 上半年的净利润只有23万 他家开发的另一个旅游项目 上面提到的大明公遗址公园 半年亏损6000万 整个西安曲江文旅 上半年亏损1.87亿 道理很简单 旅游是靠地产挣钱的 地产是凭运势挣钱的 运势没了 地产凉了 租金也就凉了 那么这些只会玩旅游地产的国企 自然也就凉了 说到这儿 必须得提一下西安的另一家体制内单位 这家单位可以说是把老祖宗留下的遗产的 所有剩余价值都给炸出来了 2015年 西安城墙有了一个新发现 就是城墙内有一个别有洞天的办公活动场所 报道说 这个被掏出来的空间一共有4层 能同时容纳100多人 餐厅排练场 一应俱全 这个位于朝阳门的办公地点 门口没有悬挂任何标识牌 非常低调 据调查 这个办公活动场所是属于西安城墙管委会的 我想能够充分利用旅游景点 为领导员工谋福利 也是西安体制内单位的一贯宗旨 景点是死的 人是活的 人的思维 确实不能让墙给堵死了 谁说体制内人员没有创造性思维的 我现在再回到开头的那个论点 西安就是中国 西安什么样 中国就是什么样 西安表面上看 是座老臣古都 先开来一看 是土洋混庄 一座升级版的大县城而已 中国的属性也是一样 就是一个土洋混庄 升级版的大帝国而已 西安表面上看 民族气节充盈 先开来一看 原来是内部矛盾在作祟 沙满游行所 都是内部矛盾的爆发罢了 中国现在的属性 也是一模一样 大讲民族主义 就因为内部矛盾 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但一旦碰到有人 要做出点体现民族大义的事 第一时间就会被封杀剿灭 先表面上看 高校科研院所国企众多 先开一看 全都是体内循环 人才技术产品 全面烈化 放大到当下的中国也是一样 国企占主导 考工占主导 思想学院占主导 那么全国方位的人才 技术产品 都将全面烈化 先表面上看 可以躺在遗迹 遗产上挣钱 扒开一看 遗产的老本 都要被住处们吃掉了 放大到中国来看 也是完全一样 不管是油气 稀土 矿产 国有资产 还是人力资源 都快给淘干净了 我一直认为 沿海的富裕地区 并不能代表中国 也不能从他们的身上 看到中国的未来 而只有像西安这样的中西部重镇 才能看清楚中国 什么时候西安能够跨入文明开放的行列了 那么中国才算跨入文明礼让的序列 观看